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可能只有百把人遇难 吉时山县也有20多万人口 半夜地震只砸死100人 这不符合基本常识 中共历来都少说遇难人数 2021年夏天 郑州洪水淹死2000多市民 但郑州官方宣称只死亡不到200人 后来中共国务院追责 才把死亡人数提高一倍 调查后认定有380多人遇难 然而仍然大大少于真实数字 一位瞒报郑州市长侯洪被免职 然而今年初侯洪就升官了 升任河南省卫健委当组书记 这说明瞒报事故死难人数 根本就不算个事 中共草菅人命维稳维主 才是真格的 甘肃这场大地震正值冬季 当地又是少数民族不发达地区 灾民缺一少时 必定会发生无数的人间惨剧 中共接下来又会搞募捐骗钱 网民还会骂捐你妹 如此循环往复荒诞不尽 今天网上惊传一份重要的消息 说李强辞职了 这则消息不亚于甘肃地震 就此消息 我向国内的爆料渠道求证 李强到底有没有辞职 爆料消息马上回复 我说根本没有的事 网传的这则消息说 特大新闻 李强提出辞职 未经批准带走程序 李强真要是辞职 肯定是遇到了 他无法解决的事情 当初提出 清退编外人员无法推进 后说要对双轨制退休 进行并轨又无法进行 再说要扶持房地产业回归正常 恒大碧桂园等大型房地产企业 又连续破产 今年外贸又下滑70% 使我们措手不及 加大投资 促进大学生就业 已成空化 农田荒汇 被种田亏本的局面 又无法解决 一大堆一大堆的问题 使他无力支撑 他的辞职说明问题极其严重 不要说来个李强 就是来个刚强 也无可奈何 根本的原因 在于庞大滞后的国家机器 自私不作为乱作为 已脱离民众的公职队伍 私人资本的无限贪婪 和与国家公务员的勾结 等等 我们只能等着瞧 看着办 这则消息从字面上看 也非常荒诞 可以说完全是扯淡的 李强即便真的想撂条子不干 他也不敢公开说出来 中国经济崩盘的这口黑锅 他背定了 李强的作用不是搞好经济 而是经济搞砸了的时候 由他负起罪责 现在他要走人逃避责任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所以这则消息不排除 是李强的马仔们对外放话 试图撇清他对中国经济崩盘的领导责任 先造一论 以退未进 力求自保 今天网传还有另一则很震撼的消息 今天怎么这么多内幕消息 说前副总理刘鹤被抓了 这是网传的消息 刚刚确切消息刘鹤今天被抓了 另据内部快信 是上午10点07分被抓的 被抓的时间还带分钟的 07分被抓 刘鹤被抓的消息 我也向国内做了求证 事实是什么呢 刘鹤是挨批了 被习近平骂了 但是没有被抓 习近平跟他回家软禁 等于把他软禁去了 没有被抓 但是有可能以后要查他的问题 消息说 因为刘鹤最近与太子党刘鹤来往走动 似乎参与了倒席活动 习近平得到消息大怒 大骂刘鹤以后将刘鹤居家远近 还没有抓捕 也没到抓捕的程度 但不排除以后对刘鹤动手查办 所以说这则消息是半真半假 就是要查刘鹤 但是没有抓 消息说 外界一直以为刘鹤是习近平的嫡系人马 习对刘鹤绝对信任 这个话说对了一半 只因为习近平自以为与刘鹤的关系不见外 关系很铁 所以对刘鹤极不尊重 引发刘鹤的反感 刘鹤也曾希望在二十大上 与习一起连任一届 甚至入场 就是进入政治局常委当常务副总理 但习近平根本没制作这样的安排 就没尿的 安排让刘鹤退休 刘鹤也因此不满 多重不满叠加 刘鹤参与刘元的反习活动 据说是刘鹤主动找到刘元 参与其中 结果事情外露 导致习要收拾刘鹤 可见二人的关系 就是习与刘鹤的关系 已经彻底决裂了 今天的爆料渠道 提供了一个 也是非常震撼的消息 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情况 说习近平不但学历低 只有小学水平 他的基本素养也极差 他曾在十八大接班以前 就公开跟当时的常委李长春 动手 李长春一直瞧不起习近平 在政治局会议上 经常嘲讽呢 总让习近平拿出意见来 就大政方针拿出意见 习近平那个水平 他也拿不出什么意见来 所以习近平受辱 就对李长春怀恨在心 一次在人民大会堂的走廊上 习近平碰到李长春 他竟然上前揪住李的领口 把李推到墙上 痛骂李长春 说你信不信 我能弄死你 吓得李长春大喊救命 大会堂的卫士和服务员过来拉开二人 后来因为此事 习近平受到常委会的批评 习不得不做检讨 说自己市警习气重 请大家原谅 习在十八大上台以后 倒是不敢打骂其他派系的高官 但对自己的马仔经常非打即骂 爆料消息确确确的说 习曾经飞起一脚 踹断了刘鹤的肋骨 刘鹤为此并休许久 中办主任丁薛祥 更是习近平的出其同 丁薛祥经常被习打耳光 常委中王沪宁也挨过习的耳光 被打后还要给习近平写回过书 保证不跟团派站在一起 爆料渠道总结说 高官们看似体面 其实毫无尊严 当年薄熙来与王立军之间的关系 就是习团队的缩影 高官们都不能有自尊 否则要么边缘 要么消失 要么监狱 这便是习近平和他的马仔们 之间的真实关系 就像薄熙来对王立军一样 骂最脏的话出最重的手 听了爆料渠道的这些话 我是真的有点震惊 小朋友都惊呆了 整个人都不好了 看来习的精神疾病真的不清 内心的恐惧孤独 与外表的嚣张狂暴 是独裁者们共有的特质 俗话说上帝欲使人灭亡 必使去疯狂 习近平正踏着无数独裁前辈的老路 走向自我毁灭 中国这种封建传统浓厚的国家 臣子只是君王的奴才而已 奴才们稍不如主子的意 便要受到鞭挞仗责 这种肉刑总能打出效果 打出威严 也打出乐趣 让历代统治者乐此不疲 然而这种皇帝亲手打大臣的情况 在历史上也不多见 只有东汉初刘秀的儿子汉明帝刘庄 亲手打过大臣 还有就是明乐崇祯皇帝朱尤俭 朱尤俭有一个著名的事迹 朱尤俭在皇宫上 就是文化殿上 亲自审问一个臣子 叫朱昌明 朱昌明还挺硬 拒不认罪 结果气得崇祯不行 崇祯就抄起大棍 亲自动手 当场就把朱昌明的大腿给打断了 一些老臣看了感慨无疑 就劝崇祯说 皇帝亲自用刑 实乃大名三百年未有之事 崇祯也当即怒吓 朱昌明这思 也是三百年未有之人 他的意思就是 朱昌明这家伙 三百年未有的一个坏蛋 必须对我动手打 古有冲真 朱尤俭 现有包子 习近平 都是末代昏君 下场也会一样 我昨天在节目中 讲了网友提出的一个问题 关于习近平的 那个问题就是 给大家提一个问题 假如习近平 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么愚蠢 对于打压名企业会重创经济 动态清零会毁灭经济 国安法会下跑投资者 践踏一国两制 会摧毁香港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 经济崩溃会导致失业率暴增 战狼外交会引起民主国家的围堵等等 所有这些他都懂 那如何解释目前发生的一切现实 就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看到很多网友跟帖 各书几件全都非常精辟 有很多网友的跟帖都获得了很多点赞 还有网友重复跟帖进行深入讨论 我觉得你们说的都非常好 我也都认真地看了 提出这个问题的量子跃迁网友 他今天自己做了一个回答 仅供大家参考 他自己的回答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我个人的观点认为 现实发生的一切都证明 习帮主是有目的的刻意而为 就是他故意的 习以貌似愚蠢的胡作非为为幌子 暗地里是有步骤的 坚定不移的 迈向闭关锁国的超奖网 为达到这个目标 让民众大规模的返回贫困 是其最重要的基本手段之一 民众只有处在贫困中 才会被驯化 如果家家有钱有粮 谁也不会听政府的 他的意见 习近平这么做是故意的 习近平不纯 他这么胡折腾 是有意的 就是为了要搞超线化 要回到文革 要搞毛泽东的那一套 只是这样胡折腾 苦了中国人 也害了中国这个国家 我们之所以提出口号 要反习反党 把反习作为首要任务 因为习是魔王 打蛇要打七寸 习就是中共的七寸 犹如当年二战时 反纳粹就要反希特勒 不能只反纳粹 不反希特勒 因为希特勒是纳粹的领袖 是纳粹的政策制定者 与军事统帅 反习就如同文革的时候 我们要反毛 毛死了才能改革开发 习要是完蛋了 中国才能第二次改革开发 天赋所指无病而亡 习近平瞎折腾 天怒人怨 不但我们老百姓恨他 那些被他打骂的奴才们 比我们老百姓还恨他 大家一起算计他 他的末日就快到了 又到欢乐环节 我们看看今天有什么好玩的 先看这个 社会的中国社会的两套教育体系 一套是上层用的 叫门内知识 教的是新术 权谋手段 培养的是牧羊人 一套是给底层用的 叫门外知识 教的是道德公平正义 培养的是羊 居中的是中产阶级 高知分子 也叫牧羊犬 这句话很深刻 大家慢慢体会吧 习近平在广西考察甘蔗林 习入习摸过的甘蔗 民众网红争相打卡 排着大队去摸习近平摸过的 愚昧至此 夫夫何言 再看这个 外援就是把富裕国家 穷人的钱 给贫穷国家的富人 罗恩保罗 罗恩保罗是谁 一个国家搞外援 就是把富裕国家的穷人的钱 就像习近平现在搞外援似的 大杂并 就是把我们国家穷人的钱 给贫穷国家的富人 给那些贫穷国家的富裕阶层 那些权贵们 把钱撒给穷国的权贵们 这句话很深刻 我们好好理解 再看这个 人治为主的国家 人们都一副受欺负的模样 因为人会欺负人 法治为主的国家 人就开朗很多 因为法不会欺负人 这句话也很深刻 大家记住吧 独裁国家 人治为主的国家 人们都一副受欺负的样子 都很戒备 因为人会欺负人 法治为主的国家 人就开朗很多 因为法不会欺负人 我前两天在网上看一个视频 就让我非常感慨 是一个小伙子 他攥着拳头 嗨嗨 跟路人就这样顶拳头 他手里的是糖 也可能是钱 他要这样送出去 看别人对他是不是友好 能跟他一起做这样的动作 在国外呢 绝大多甚至所有的人 都会接受他这个善意 尽管都是陌生人 会过来跟他顶拳头 跟他嗨嗨 在中国呢 几乎都拒绝他 没有人理他 拨开他的拳头 甚至有的人都很讨厌 马上躲开他 让我真的是非常感慨 中国就是人害人 人防人 没有友爱 没有博爱 没有互相信任 真的是非常可悲 这就应了这句话了 人治为主的国家 人们都一副受欺负的样子 因为人会欺负人 不欺负人 法治为主的国家 人就开朗多 因为法呀 不会欺负人 再看这个啊 这个叫马晓尚 这是一个什么研究员呢 他说经济不是被畅衰的 是被管衰的 哪有畅衰的经济啊 都是被管衰的啊 都被政府管坏的 管衰的 看这个啊 服从性 纪律和忠诚 和创造性 叛逆和质疑 只能二选一 中国的交易系统选择了服从性 选择了纪律和忠诚 抛弃了叛逆质疑 就是没有创造性 一个没有创造性的国家和社会会怎么样 那不可想而知吗 看这个啊 有一点长 大家听一下吧 上海能取代香港的金融地位吗 十年以前呢 我在上海问一个华裔美国籍上海经商人老板 就问他呢 上海有可能取代香港成为全亚洲的金融中心吗 他当年58岁 在香港16年 美国20年 上海5年 那一天 他望着外滩的江景 沉吟道 上海不可能成为金融中心 也不可能取代香港 原因呢 因为法律制定者 不可能制定一个复合成为金融中心的上海法律 是的 上海法律除非先做到 一 网络没有危险 二 自由兑换货币 三 人员自由进出港 这是最基本的三条 但是这三条啊 不可能实现 由此可见 海南自贸港 深圳前海自贸区 也同样无法取代香港 新加坡为何正在逐渐替代香港的趋势 你还是可以对照这些基本条件 现在香港也完蛋了 都跑到新加坡去了 金融中心挪到新加坡去了 那就是香港啊 也沦陷了 看这个江西2.2亿大奖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头条 人工智能计算出所有事件同时发生的概率大约是200亿分之一 中国奇迹啊 他说这中奖的概率相当于把劳力士手表拆开了 扔进太平洋 然后在海浪的作用下又把手表给组装好了 所以2.2亿大奖怎么可能给一个普通的采民啊 就是政府中了 看这个啊 在这个世界上最可悲的事情是好人只能偷偷议论真相 而坏人可以明目张胆的说好人在造谣 中共和那些五毛们不是一直在说我造谣吗 这充分证明啊 坏人的勇敢和好人的懦弱 再看这个啊 这个是最好玩的 今天年初我的两个朋友 一个卖了一套房子炒股 截至到12月15号亏了50% 不过呀 却发现可以用剩余的钱 足够把自己卖掉的房子再买回来 卖掉了房子以后啊 去炒股亏了50% 但是发现呢 剩下的钱还能够把它卖掉的房子买回来 那说明什么 说明房子大大的降价了 另一个呢 卖了股票买了房 也亏了50% 房子也掉了50% 结果发现呢 现在卖了房 还可以把之前的股票买回来 那说明什么 说明股票也跌了 这个非常好玩啊 大家慢慢琢磨吧 看这个啊 老王开饭店生意不好 老王的老婆说 我们一起高唱生意星龙歌 畅想前途光明论 我们的生意就会好了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大家记住 民心就是真相 民意就是力量 财神 收尾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